想一下我们这个头一期啊 不就讲那个师徒吗 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好多网友 就是说这个事 说中国的这些是不是老关的瘾子 上次马维多就是讲 就说私约和公约啊 不一样的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玩意儿 你这个传统的师徒是吧 你就得这么学 你就得守这个规矩 你入了这个门 你就守这个规矩 但是我觉得有个想念前的 讲的挺有意思 他说我觉得 西方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 就孙中山的那个 其实就像中国当年周朝的时候 讲这个共和 就是这个概念 叫天下为公 他说几千年 中国人实际越来越自私 但是你看西方 西方也有这个师徒 也有这个绝技等等传承 但是人家最后呢 变成了公立的大学 公共的这个教育 既有传承 而且呢 也有这个创新和鼓励发扬 也没有你这种什么师父徒弟 这一套 你觉得他们说的靠谱吗 我觉得啊 其实就是以我的旁观角度来说 我觉得现在又开始前条匠人了 其实他的角度不是讲那种 过去的就是师徒怎么样 他的重点其实还是一个对记忆尊重不尊重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早几年 我们就是那会儿 国内刚开始这个有这个什么视频网站 我们当时去跟那个日本买版权 代表就跟他们大量的版权机构谈 当时想买龚旗骏的版权 居不利 龚旗骏 龚旗骏的工作室的版权 后来说他们的版权全都卖给那个迪斯尼了 迪斯尼代理他所有的版权 说但是网络版权没有 后来呢当时就问说能不能买 因为国内的资本是很有钱的 说出多少钱都卖 然后然后人说我们也想卖 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好意思 说我们不卖 说为什么呢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说说我们也办 说我们龚旗骏老师说了 说我的动画片 我的所有的片子是为大萤幕做的 就是全世界 就你不应该在手机上看我的片子 对你看了的话 就是一种对我的作品的不尊重 其实你包括就像龚旗骏在采访里 像龚旗骏这个你说他算什么 他算艺术家吗 对吧 国内可能会称他为大师或艺术家 龚旗骏在采访里是非常明确的讲过 我根本不是个艺术家 谁也不要跟我讲 我是一个工匠 但是你说就说什么叫艺术家 徐类你说他这个里头 你像这种早已女哲哉 这什么早已女就在 他从美学认识我天佛罗的艺术 而且你知道有一次 有个美术史的老师跟我讲 就说为什么中国古代 比如青铜器或者说敦煌壁画 你看敦煌壁画并不见得是当时的大画家 可能就是个画匠吧 说他为什么一个线条出来 一个线条出来那么样的有力量 说那么样的有力量 说因为他可能他就是个匠人 他一辈子就画这一个线条 他画了 你知道这个早已女哲哉 就是说七十多岁 我跟老头说 他54年他没有请过假 而且我们去吃的时候是中午 我想这老头你知道吗 中午饭晚上饭 他天天54年 他炸过多少只天火锣三千万只 就是这一个动作 就是这一个 你知道他一胖徒弟 他胖徒弟在旁边看 可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个开分店都是徒弟了 这老头一定是自个儿 一下一下他就这一个动作 他就一个旁边徒弟 后来我看有一个人写这个文章 因为都有人拍他这个纪录片 他就说 有一次他炸一个什么东西 老头总得上厕所吧 老头上厕所了 徒弟给加了两个 他就说味道上有微妙的差别 就是你咬开面衣之后 里边的鱿鱼还是墨鱼什么的 外表有韧性 但是老头的那个是外表有韧性 但是鲜脆的不是一像姜一样 像奶油一样是软的 但是徒弟这两下就是外边是韧的 但是里边也有咬劲 就感觉其实我听着就像是炸的有点老了 就这么点 哎呀 那头就嫩劲就有 你说你说他是酱气还是他是大师 还是他是大将 还是他是艺术家 其实从好处看 我觉得他反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的原来这个 这个我们商业化特别快特别粗放的那个时代 能过去了 现在开始追求更精细的东西来 所以想要酱 我觉得是 我打断你了 你能讲 我觉得这个酱 你刚刚说这个老爷子 早爷你觉得 做了多少个天佛 三千万 都是一样的 越做越好 是不是越来越精 那徐类他不可能画三千张一模一样的画 不可能的 这就是艺术家 艺术家他不断地在创新 而做烧饼的 做天佛罗的 他是重复 有一个艺术家 有人说他 你这张不如你那张画的好 这个艺术家说 我又不是烤烧饼的 每一炉出来都一样 这是匠人 每一炉出来 质量都是保证的 他是匠人 重复性的工作 而艺术家是不重复性的工作 技术上也是相当好 不重复 永远不能重复自己 那是艺术家 徐类绝不可能重复 一件构图画上三千张 他可能会做 比如做菜的过程当中 他的灵感突发的时候 可能我觉得也是会有实验性的 会不一样的 所以饮食里面 他会有很多这种微妙的东西 我刚才接着他那个话说 我觉得有工匠精神的那种情况 是旧时代的时候 他针对的一个对象 制作对象一定是个人 比如说我是帝王 或者你是一个大的一个地主 或者我为你定做这件东西 所以我看这件东西的时候 我是要这样看的 这么近距离看这件东西 看到它微妙之处 看到工好不好 就看 到了现代社会里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艺术品的气场 它变成一种公共的空间性的艺术 它不是苏灾文化 所以它里面针对所有做的东西的 这种要求会不一样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觉得 在工匠精神会互换会回来 这个意思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个人需要开始增加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而且这个 个体化的东西增加 我个人要拥有这个近距离的东西 但是你觉得 这个跟这个就是美感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想起来 这个这个我这老哥 他有一个很很 有个妙论就是说 说这个为什么法国出画家 英国画家很少 透纳 但是比较少 法国很 你听听他说 我觉得是这样 世界上的这个 这么多的民族绘画画的 其实是大陆板块的 这么几个国家人绘画画 其实你说中国人是肯定绘画画 法国人 这个意大利人 当然是行进手巧的 会画画 其实倒国的人是不会画画的 手的弹性不够 为什么倒这弹性就不够了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英国人实际上是不会画画的 日本人也是不会画画的 所以日本的烹调 它是调 它不是喷 不是草 草是需要临时画 什么东西进来 整个做出一个特别有意外之处的 这种灵感 灵感扑发的那种菜 它基本上是调 它是冷的调 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英国的菜你知道的 你去过 对吧 就基本上这样 所以它跟它绘画的原理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它需要各种的想象力 然后预估到 我要这个目标 到这儿 需要中间有什么东西进来 然后最后做成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很奇怪 我没有仔细去研究 这两间的关系 就是倒国的这个地方 它的传统性的地方 它的技术性特别强 它的绘画性就变得 艺术性就变得不那么高 日本的绘画来讲的话 它辅射会为什么好 它要经过一段技术的转变 变成一个作品 你看日本的书法 它全是往下按 它不会提 是吗 它没有弹性的 你就看那个书法 它就是临这个严真卿 就是严真卿 严真卿都是很硬的 它没有这种弹性的这种东西 它是骨头 它没有这种肉的那种 那种 这个东西是艺术里面弹跳力最高的部分 他上次我得到的印象 我可能误解了你的意思 他说这个美食和美食 是要善烹调的国家 出画家 我觉得调色跟调料差不多 英国那个就是什么炸鱼 就是那个玩意儿 你觉得有道理吗 热料其实没有很复杂的变化 纯味 热料拼的是食材 拼的是一些非常固有的模式 它不像中国 三天两头了 说你换菜单 全世界热料馆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而且它的酱油还是中国去的 它叫小语有用日语 根本就是中国的叫酱油 它是一个高度规制化的东西 我们原来开玩笑 说为什么他们动画片做的好 原来我们做动画片 他为什么说他动画片做 他说动画片民族 这个电影学院 他每年考试 老有那种画的画特别好的孩子 考进来 比如说考央美 结果我因为喜欢动画片 我来电影学院 基本上画的最好的那些很多 一年之后就废了 为什么呢 说原来动画片完全不是画画 就是我需要重复 就是刚才回来 就刚才那个龚俊的那种说法 说因为我不是个艺术家 我那个动画片 我可能就要画很小很小的 一点点的变化 一点不能错 因为容错 容错率极低 它跟实拍不一样 容错率特别 你画错一点就飞了 最后就不行 然后我就有大量的东西 是死的规矩 我这个人的阴影 转变怎么转 这些东西在你真正的 那种画的画画 画的特别好的那种孩子 他的那种灵性 他就做不了了 他觉得这个我受不了 我要疯 但这个确实 我觉得我听你们这么说 它真是两个标准 两种观念 你比方说 你说日本的东西 那天我跟我一个朋友 就说 你觉不觉得日本 所有的东西 都有一个心 就这个 你像这个小眼二郎 其实你 当然你们说 因为保持一个手的温度 但是这个 另外有一种心意在 这样给你 就是无比的恭敬 然后讲究到 你像讲究 我就希望 我就像春风拂柳 它所有的里边 就是你说这个 什么叫匠人 或者什么叫艺术 但我觉得 它到某种程度 它有一种虔诚 它做一个东西 哪怕是个盒子 它有一种 这种虔诚 这个心灵附加值 灵魂 在里面 我其实 现在西方 已经有这个研究了 就是同样一个食物 给你一些心灵附加值 改变你的味觉 你就是会觉得好吃 这玩意儿就是 而且你知道 就是咱们有个朋友 就是收藏界里很有名的 这个黄玄龙先生 他呢 就是收藏这个明末的 这个很有名 比如说欠这个罗电 他就找一个日本的摄影大师 日本摄影大师 专门善于拍那种幽暗的 就黑森林里边的那种 上田一眼 上田一眼 是吧 他专门拍的是 黑调子里面 有无穷的层次 就用来拍这个明末的 叫做这个周柱嘛 就是一个明家 明末明家 就工匠嘛 但是这种明家该怎么看 你可以看看这个 他给他他他 贡献给我几张这个图片 你看看 这就是周柱的 你再往下看 就是欠这个罗电的 这种工艺 你仔细看 你就觉得 实际上 这不像是咱们平常看到的 那种民俗工艺品 他甚至你说他是画 我认为也是画的 很好的画 然后你看 他就是讲 就说这个 这个里边有一个明代的 一个一个人 一个大文人 叫这个张黛的 叫张黛的 写的一个评论 就是说 这个张黛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每个年代 都有每个年代 这个艺术的最高峰 你比如说 这个商周 那就是青铜器 对吧 可能唐朝表现在唐诗 对吧 可能这个宋朝表现在汝瑶 宋词 对吧 他说 但是到了明末 可能表现在家具 或者这种工匠 这种 你看 这也算是 到明还是到清 清 就是不敢说明 你看黄黄黎的 这种小匣子 你说他不是 他的实用性 到底有多大 他更多的就是 他这么一个小的器物 但是他有了某种 让你觉得特别美的 这么一种追求 所以说 最后这个张黛的这个结论 就是说什么呢 他就说 就说 到了明末 就玩这个 但是这个里面体现出来的水准 和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美感 就是啊 跟这个后世建赏家 心力目力 什么真戒相投 是其工匠之所能半乎 他的意思是达到了这个周住 这个水平 难道你还能说 他是工匠吗 对吧 他认为 他的结论就是 盖 既也而近乎道义 就是说 既已近乎 道就是对岸 从器的层面 已经到了 做得太好了 到了 同样的例子 就是在绘画里面 是 球鹰 对吧 球鹰实际上 就是工匠画家 他不会写书法 他说法都是 别人对题 是吧 文哲铭给他对题 他只会写球鹰制 这么几个字 但是他的技术水平 在当时 实际上是超出人太多了 超出太多了 所以他就是可以 就是 在 零骨画 现在过去没有 没有 这个 这个 画册嘛 你就把画 这个 金鸿一线的时候 把它零下来 作为一个版本留下来 所以当时技术它太高了 然后自己捎带 也有自己的创作 所以他就是一个 在明寺家里面 唯一的一个 不是文人的画家 但是进入到这个档词里面 你刚刚说的这个 明末清出明末 玩的那种心很重 各种各样的螺钉 器物 大家都玩到了极致 既近乎于道 我想到一本书 叫掌务制 生无掌务 文正恩的掌务制 就是他告诉你 到什么样的 到什么层次 怎么个制式 怎么回事 他就写得非常仔细 你就玩东西 这些小器物都要 有些 但是问题在于 什么是他们所说的 这个道 严严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赵北山 这算是这个技能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也算技能通神 就是他的这种 他们都讲 说赵北山的 这个表演体系 不是你们电视学院 表演戏的这一路 甚至有人 我觉得那说的 就太夸张了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认为是东北那边 有这种萨满轿的 这种遗迹 就是说二人传 有的时候你见过 他那个表演 真像负了体 我老跟他们说 我有一次看见 就是赵北山 参加一个节目 就是说 他说 我跟你们看 一个盲人 我学一个盲人 他背过去 所有的观众都 他背过去 你就觉得他像个盲人 所以那种感觉 就更像是附体了 你知道吗 优戏本来就是一家 你看现在剧组 剧组里经常还得请个神 拜个神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演那种戏 有的时候那种官 或者皇上演戏 说前第一天 有的时候要开演 专门有规矩的 要演的一些那种 跟神什么相关的戏 说要不然你不做这个事情 就跟现在吃开鸡饭似的 你不做这个事情 这个戏一定最后让你 在戏台上会有问题 有的人演着演着就 所以我就是说 好像有个最高精神 但是不同人指的不同 比如说你们画家 你们说的大画家 他最高精神是什么 但是有时候我也感觉到 有的时候就是技能通神 你说的对 就是这个神在里面 他把整个自己的灵魂放进去了 虚类画画也是这样画吗 我是接着你这个话题 我到大都会去看战栏 他同时有日本馆和中国馆 我先看日本馆 看完之后我觉得很好 后来我就到中国馆去看 我一看 日本文化跟中国馆 还是没法比 因为中国的文化接近于天 日本人是地 日本人这个 所以刚才讲的工匠精神 这件事 他太紧了 他太紧了 他是我觉得 他我到二条城去看 幕府的那个京都 他那个 德川坐的位置 和底下大臣坐的位置 高一个台阶 高一个台阶 所以他的等级的制度 其实不像中国 你去朝圣一个皇帝 这么多台阶上去 让你觉得感觉恐惧 日本基本上 它是一个相对平民化的 这么一个社会 历史上 然后他因为坐的低 我当时就看那个地方 我就想 他坐的低 所以他看微观的东西的时候 他能看得见 中国人 中国人去站在高高的山上面 看那个东西 都是大概齐 大概齐 他文化整个都大概齐 所以我们也都模模糊糊 对 但是这个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是是是 晃兮呼吸 所以日本的这个 这个这种低的姿态 所以他对微观的东西 包括日本的这个作家 一个是指示部 一个是那个 那个写那个 那个两个女的 两个女的 那两个女的 就是那个 整 整那个 整少子 那 情少那言 对 这两个都是 所以对日本文化 是非常大影响的 两位女性 就是它的一个是 世界上第一篇产品小说 另外一个就是清少那言 就是讲怎么看微观的世界 是怎么看的 它整个延续到 整个日本的文化里面 都是属于这种 特别细微的 小即使美的那种世界 小即使美的世界 而且它这个小即使美的世界 你看这个日本 你就觉得是典型的人造自然 它可能天然的资源太缺乏了 所以我觉得它到最后 我还是讲这个心意 我有时候觉得 你看你走在日本的街上 你就觉得它这个刻意 就像你说的 它这种刻意到每一个细节 于是你在每一个细节里 似乎都能看到一种心意 我有时候看到它的清台 它精心打理的残墙 那都是它刻意去弄成这样的 你就恨不得这个民族 你觉得它恨不得 在每一片叶子上 都刻上诗一样 就是那么一种心念 全国的河道 都是拿水泥包裹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日本人日本人这个劲 要规矩 他那个你知道 他在山上看大量的树 是全部砍了 整个重新种的 那么它是根据一个什么神 根据一个什么精神 我觉得它好像把它一种心意 谱降在所有的自然物上 甚至于要我说 你说某些诗情画意 我还有两个 为什么我说它体现在任何一个细节上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一个一个购物袋 你知道吗 它有一首诗 就我给你看这个一个照片 其实就是卖那个果子 卖那个糕点的一个袋子 你看我后来发现你看 相送什么门有修竹 相送当门有修竹 你像下一句 为君夜夜起清风 送点蛋糕 给你一个购物袋 写着这个 你看我另外一处 京都那个地方 一个水利工程 一个水利工程 我那拍下来 你看这个水利工程 这一个柱子 它竟然会写 这在中国绝对不可能的 在水利工程上 它会写这么一个古诗 谁知万里刻 怀骨正迟出 它是那个 我在那个日本的一个 一个山沟里面 看到一个厕所 上厕所 厕所门口就放了一个 投票箱这样的 它是你就是参加 日本的诗歌的比赛 你在厕所的灵感 你可以写 写的你投到这个里面 你上厕所 它都有那种 这种文化上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 就是所有人讲的这些 我觉得在日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方方面面 它都有仪式感 仪式感在日本的文化里面的 这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包括自杀也是 自杀有什么意思 它怎么样子去剥剥 怎么样子去弄 它变成一个一套规矩的事情 你自杀你这样的规矩来 我们过去看日本电影 你就看日本电影过去 早期的我们一起看 都看过那些电影 就是它的表演的时候 它都比别人近 要稍微这么一点 这么一点 就演的都稍微一点过 都有一点过 你有没有注意到 讨论国际讨论会上 如果你拿着照相机 给会上与会者拍照 一拍到日本学者 他马上端一下 他的身体没有相对于位移的 你仔细看日本人 在机场你能看出来 对 他们的身体都是这样的 都是很大的动作 所以他演戏 所以都是无比庄重的 按照GPS把车开到海里 他就是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他的就是你看 所谓这个匠人 就是重复 你们就像刚才讲 这个匠气 对吧 他的艺术家 可能有很多创新 但是你看匠人 但是他因其重复 而且产生了一种 我觉得我没法形容 这是一种什么 什么境界 所以为什么你看 这个寿司啊 这个干嘛都是神 一弄九十岁 几十年 反复就做一个 这个里边有点门道 你比如说 咱们就说中国这个酒啊 这个酒啊 咱们赞助这些酒 就是说 这个 为什么我问他们 他说这个 我们酒厂里啊 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工人 就是我们是 就是说要古法 为什么叫古法酿呢 就是说 判断什么呀 没法说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你看 今天他们有人讲 这个玩古董的 我发现很多藏家 行家就是说 说什么科学 到最后根本上 还是忘气 他们说的气 我觉得就类似于 就是老的酿酒工人 他是判断 是水啊 米啊 这个什么温度啊 到了一个什么 但他又不是可以写在大学教科书里的 他又是个变化之妙啊 似乎又是存乎一新的 就跟老中医 这个医吹牛逼 是吧 就是哎 他就为什么就给这个老人 他多次重复之后 他才能获得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这是99%以上的功夫 就是你一到99之前 都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能达到的 其实匠人的这个精神 跟他对立的不是艺术家 跟他对立的是大规模工业生产 这个规模化 我做的是什么呢 我做的是99%到100%之间的事 我要无限接近那百分之百 当我做到了99.99之后 我能不能再做999 到我死为止 我一直在向这个建进线 我相当努力 这件事呢 大规模工业生产做不到 所以叫酒也好 你白酒也好 你什么呀 任何行业 只要他开始挣这块钱了 就是 就是挣你那个 你吃的那个饭之外的 那个功夫的钱 那这就是奢侈品行业 这就是高端了 就是酒 酒也是高端的酒 它最后就是这个了 文化 我想起一件 你说的这个事 想起另外一件事 好多年前 80年代 听说来了几个瑞士表厂的人 到上海手表厂去参观 对 瑞士的那些表 那可要了命 然后他们看了上海的表之后 就说我们来组装 他就把上海的零件装了 装出来那比上海造的表好 比自己造的都好 就好了不知多少倍 就是最后那个99%之上的那点 所以说还是像这个徐类说的 说什么日本的最后落在地上了 是吗 他的这个方向啊 看这个的 对 我到一个日本餐馆去吃饭 在北京的 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打赌 我说这里面都穿的这个帽子 厨师的帽 穿的白大褂 中国日本人在混在一起 你分不清楚的 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出来 谁是中国人 谁是日本人 你马上能看出来 就日本人做一件事情吧 他就是看到这儿 中国人看做事情是非常灵活 这是中国人的好处 对对对 非常灵活 所以他一看这两个民族的性格 他能看出来 我们中国的这个是非常的原通 日本人是比较专注 就是不同的 各有点 你中国人就讲这个最高精神 咱们就可以到老子 是吧 默默糊糊 恍恍恍恍 是吧 变化万端 存乎这个玄傲 但是呢 也可能你的弊端就是 你不能老老实实的 干好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挑的特别高 就是我们就相当于 是日本就是那个 他一池子 这池子里都是大鲤鱼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大鲤鱼全长一样 打得特别好 然后你 我们这个是什么呢 动不动就是各种烂鱼烂虾 小鱼小虾 但是你隔了什么一百年 刺儿我们就出条龙 但是你不出龙的时候吧 对不起 大家都说鲤鱼好 然后呢 人是龙没见过 听说我们原来 我们这 但我们平常就是小虾 但是我们这池子深 确实是刚才 徐老师曹导讲的这个 我们这个 你等我能窜内一下的时候 你鱼就知道够不着 永远够不着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也是臭鱼烂虾 臭鱼烂虾 所以呢 也不要讲的这个太悬 对吧 离开了这个赞助商 你还是没钱做节目 所以我们要 要来点 但是我是说 对不起 我说咱得找个理由 我刚才就说 我们这个优土 有个管我们的女领导 叫杨文元 不是大家 杨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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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谈这个领导 好 给我们来信了 杨文元的来信 说第一期效果不错 今天也破50万了 还会上去 不着急 评论很多 也较好 今明两天的录制本想去看看 杨文元本来要来这看咱们 对吧 可是凌晨开始高烧 只能下次了 我说 有土这领导有点架不住 破50万就高烧了 祝顺利 行行行 那咱们也祝顺利 我们也祝顺利 干杯 咱们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